一個動作就差點令到愛犬命喪電梯 前日一條CCTV片在網絡風傳 當時一個狗主用狗繩牽著他的屎納沙 在大廈大堂準備入升降機 可能當時他沒有留意狗狗和其他街坊玩 沒有跟著他就獨自入升降機 升降機門夾著狗繩 狗狗隨即被扯起 對著在升降機門外,情況十分驚險 幸好就有這位冷靜的保安 立即走去關掉電梯的總掣 狗狗才可以爭脫到成功脫險 我們這一天來到這幢大廈 就剛巧遇到狗主旁邊的住戶何女士 他就帶我們來到狗主所住的單位 他就開了這個鐵門 這些男朋友經常開的 怎麼開得到呢 現在敲門的狗在那裡 狗綁在那裡 就拼命喵拼命喵 那屎是尿尿,什麼都來了 變成我們這裡的清潔,全部都怕了他 他搬來多久? 三多個月 講講一下,何女士更加要找狗主 想找她當面說清說楚 就拉著狗,牙的狗草 這隻狗正在閉著 不知道是不是在這裡 敲門 在這裡,在這裡 麻煩你開門 她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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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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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不過是 他們說那隻狗在外面 大小便 是嗎 垃圾的反映 還有一些街坊追著我反映 你們都知道 這個劏房 你們都知道這個劏房太小了 那你有沒有養 你養開嗎 我養開,我在大陸養開 大陸養開 遭遇了這次意外的狗狗 叫小肥 今年兩歲 幸好當時 逃脫及時才沒有生命危險 都想關心這隻狗狗 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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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害怕到自己都害怕 那間間就立刻害怕到 對 可以打到那個鈴鐺 電梯立刻停 不是那個機器跟著升 就那隻狗會死的 是啊 我立刻按 我立刻按鐘 你立刻按鐘 你問得很難 我立刻按鐘 我問怎樣就怎樣 好了 我停了電梯了 這樣吧 有時有疏忽的地方 你跟我說 你跟我說沒有問題 我一定會做